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脑坡眼动图跟肌电图 我们还会记录它的心电图 也就是第二项EKG 那会记录它这个鼻子或嘴巴它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会记录它的气流量 然后另外会记录它的这个呼吸的动作 像它的胸部还有腹部的一些这个呼吸的动作 那另外在脚 在antietybiotic在它的近前肌的地方 我们会放一个肌电图 看它有没有一些不正常脚部的运动的现象 那另外在它的手会夹上一个这个叫oximeter 去记录它的这个血氧的这个饱和度 那另外我们会在它的喉咙的地方 放一个声音的监测器 可以监测说这个病人在睡觉当中 有没有打呼的现象 那目前会需要做到这个多项式睡眠生理检查 我们叫PSG这样的检查 其实包含了许多的这个睡眠的急患 比如说这个睡眠周期的急患 或者说触睡症 或者是特异性的这个这个嗜睡症 或者是它是睡醒之间 它有一些misperception 它对于它到底是睡还是醒 很多人它在睡觉当中 它觉得它并没有睡着 它觉得还是醒的一个状态 那可能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机器 去帮它监测 到底有没有睡着 那还有一个大宗 就是所谓的睡眠呼吸障碍 其中最多的是一个阻塞性的睡眠呼吸中止 我们透过这些气流的侦测 血氧的下降 还有这个睡眠的肌肉脏力的改变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出现睡眠呼吸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一些醒觉的障碍 还有一些这个睡醒之间的障碍 它在转换之间的障碍 还有刚才讲的这个快速动员期的行为障碍 就是RVD 就是在这个做梦期 它没有失去它应该有的激张力下降的情况 那另外就是在神经科里面 常会遇到的就是睡眠当中出现的电线 那如果有这些疾患 其实都需要PSG的这个检查 那这边有个重点就是说 其实睡眠检查并不是为了失眠的病人所设置的 所以一般而言只是单纯的失眠 是不需要做到这个PSG的检查 除非它是一个复杂性的失眠 不知道原因的失眠 才会需要做到这个PSG的检查 那目前对于这个PSG来讲 在美国的睡眠学会 是有把它定义成 总共有四个type的这个PSG的检查 那type 1当然就是最完整 它的记录的生理讯号 大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生理讯号 全部都会记录 而且它必须是在一个设置完善的一个睡眠中心里面进行 也就是说会有睡眠机师 那会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那有一个不错的环境跟床 还有很好的隔音 让这个病人可以在里面做很好的睡眠的记录 那所谓的type 2 其实它所记录的这些生理讯号跟type 1 几乎是一样的 唯一的差别就是说 它可能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做 所以它是没有技术员在旁边做监看 那有时候也不一定会有video做监看 那type 3它就是一个很简单 只有一个四个channel的一个 一个侦测的方式 通常它只会看到说呼吸的一些状态 一些气流的记录 一些心跳 或者心电图 或血氧浓度的变化 所以它其实看到的这个比例就 对于睡眠这些指标 所看到的比例就很低 所以对于睡眠的分歧 它就没有办法分得非常清楚 那type 4就是更简单 它大概只看了一下血氧的浓度 或者这个气流的改变 当然可以做一个筛减的工具 但是要诊断一个睡眠呼吸的问题 或其他睡眠疾患 type 3或type 4其实就有很大的困难 那这个字有点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对于这个 这几种type的这个PSG来讲 在今年2017年是 ASM是提出它的建议 它认为说 要能够真正的准备睡眠疾病 其实很多还是要靠 在睡眠实验室里面进行的 完成的PSG 那所谓的HSAT 也就是所谓type 2或type 3 这样的一个比较简略的测量方式 在某些病人可能可以 但是在比较复杂的病人 就不是那么的建议 所以我们在对于这个 Portable或者说 Home-based的一个PSG的study来讲 它在进行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它是不是符合这样的适应者 否则在诊断上面 就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那这是我们的双合医院的睡眠中心 在做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睡眠中心里面的房间 其实它是相当的舒适 那床也非常的舒服 当然在睡眠济师的协助之下 这病人身上会贴了 非常多的一些记录的仪器 包含这个脑电图 肌电图 眼动图 还有这个呼吸的气流 还有这个心电图 还有血氧的浓度 还有脚部的肌肉的活动 所以其实它的线是相当的多 但是当这个贴上去之后 其实久了一段时间 这个病人慢慢就会习惯 这些东西在身上的感觉 大部分的病人 还是可以顺利的入睡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中间右边的那个图 那是我们的中控室 我们在中控室里面 就可以监测到这个病人 所有在睡眠当中 发生的这些生理现象的改变 那在这个大的荧幕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病人 是不是产生了一些不正常的动作 还是有没有脚的动作 有没有癫痫的发生 都可以在这个荧幕上面 或电脑上面 荧幕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病人睡眠状况的进行 那在下面那两图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 筛检用的 我们刚才讲 可能只有两个channel 或者三个channel 它记录气流之外 可能记录一些血氧 那可以让我们去 让病人带回家去做测试 那等到他测试 怀疑是有睡眠呼吸的问题 还可以再回到医院 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 在睡眠中心执行的 睡眠检查 那来做这个疾病的确认 那我今天就很简短的 把这个睡眠的生理 还有睡眠检查 睡眠的分歧 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希望说各位同学 可以对这个睡眠这个领域 可以有兴趣 那将来朝这个部分来发展 谢谢各位